朋友们,你们准备好纸了吗? 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我们今天呢,折这个飞镖 会比以前要麻烦一点点 一点点啊,但是折的 折的过程并不是特别的麻烦 但是我们需要两张纸 诶,最好呢,小朋友选择 两张不同颜色的纸 这样搭配起来做的话呢 这个飞镖就会非常的 漂亮 好,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两张 材纸了吗?准备好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和汪汪队和莱德 一起来折飞镖咯 好,那现在 我们就开始来折飞镖了 首先呢,我们拿出 两张纸之中的 其中任意一张都可以啊 然后给它对折 刚开始的前几步呢 两张纸都是一样的步骤 我们可以把两张纸 同时来进行 有对比,折起来会更容易啊 我们先拿出其中一张来进行对折 对折完之后呢 再对折 沿着刚刚中间的线啊 再给它进行一次对折 好,就是这样咯 这边朝这边折 那上面呢,就朝下面折 两边对着来折啊 总之呢,就是把这张纸呢 哎,给它变得更厚一点 这样呢,我们这个武器呢 就会更厉害了啊 好,两边朝中间折 最后呢,把它折起来 变成了一个长条的 正方,嗯,长方形就可以了 来,开口朝下 我们将放在这里 这是第一张纸 第二张怎么办呢 哦,非常的容易啊 就和第一张一模一样啊 先对折 给它压平 好,再打开 沿着我们刚刚中间的这个折痕呢 再对折 哇哦,好 哎,折一下 折一下 好的,那这边呢 同样的朝下面来折 好,这一个呢 再给它折上 哎,两张纸就变成一样的了 开口都朝我们 那小朋友们 这一步你们折完了吗 啊,这一步非常的简单啊 很多小朋友 很快就可以折完 好,那我们两个长条折完之后呢 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了啊 从下一步开始呢 我们两个呢得对着 对应的来折 对比的来折 这样呢就不容易出错 啊,那首先我们拿起 我们刚刚折的第一个 啊,这一个绿色的长条 你们的颜色 你们自己来定啊 拿出两个其中的任何一个 当第一个都可以 哎,第一步怎么办 开口朝我们啊 折一个三角形 哎,就是这样啊 很容易啊 哎,先从这边给它 折一个三角形 哎,这边折完一个三角形 我们这边也要折一个 那这边这个三角形怎么折呢 是从下往上还是从上 从上往下呢 啊,从上往下 这个是从下往上 那这边呢 就从从上往下 两边是对着的啊 就是这样子的三角形 把它变成了一个大的平行四变形 这就叫平行四变形啊 小朋友们 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边往上折 这边往下折 你们好了吗 啊,那这是第一个 我们折完了 放在这里 刚刚是第一个啊 第二个呢 我们看看 哎,这也是开口朝我们 那刚刚是这个往上 那个往下 那这个就不一样咯 那要跟它相反 非常好啊 那刚刚那个呢 是往上 那我们这边呢 就得往下 那这边呢 它是往下 那我们这边呢 就要往上 哎,就两边呢 是对着的 一定记住啊 就是第一张 你确定了 它的脚是怎么样的之后 第二张 你必须跟它是对着的 我们来看看 现在对比一下两张啊 一个是往上 一个是往下 一个是往下 一个是往上 这样就可以了 嗯,这是我们的 哎,折脚的第一步 那好,那现在确定 折完第一个脚之后 我们呢,继续折第二个脚了啊 第二个脚怎么办啊 先拿出这个 刚刚折完这边呢 是往上的 第二个脚还往上吗 哦,我们要往下 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脚往下来折 把它变成一个 大的三角形 就是这样子的啊 这个脚比较厚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折 折看起来折了 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人呢 都是要包在里面的 看不到的啊 厚实一点的话呢 整个背标折出来的感觉 会比较结实 好,那这一步呢 哎,往下 这一步往下 那这一步呢 就得往上 非常好啊 就是两边都是相反 然后两个大的 嗯,大的 纸 大的长光形呢 也整个的角度呢 也是相反的 因为那一会儿 我们这样 扣在一起啊 好,那整个的折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 像大写字母的Z 像我们英文字母里面的Z 就是这样一个 好,这完以后呢 这一个就可以放在这里了 那刚刚我们那里呢 是往下往上 那这一个是怎么样呢 啊,那我们刚刚是往下往上 那我们这一个呢 就要往上和往下了啊 那首先都拿住这一个 这样就拿了啊 然后最后第一步呢 我们往上 总之都是跟刚刚那一刻相反的 对不对啊 好,这一步是往上 折出一个三角形 好,那折出这个三角形 给它压实一点之后呢 这边呢 就要往下了 对,非常好 因为这边往上了啊 然后这边给它往下 好,那折完之后 我们两个可以对比一下 它也是一个Z啊 但是呢 哎,这个呢 嗯,拿到同一边 这个是朝这边的Z 这个就是朝这边的Z 好,那里面的是这样的吗 好,如果是这样的 就非常棒了哦 那我们就要进行下一步了 好,准备好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拿出其中的任何一个啊 我们就拿出我们当的第一个吧 这个当是绿色的 我们这样拿出 一个三角形朝上 一个三角形朝下 不是这个开骨的这边 是闭口的这边 大的两个三角形 我们这样子拿 那下面呢 把这一个呢 这样子拿 这一个呢 哎,不是这一边哦 是这一边啊 你看看啊 这边是跟它一样的 那不如这边 我们要跟它相反的 这样子拿 这样子的啊 两个Z 但是我们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这样的 都朝同一个方向 但是把这个给转过来 垫在它的底下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垫到什么位置呢 垫在这个三角形边上再多出 留出一个三角形这样的位置 这里做出一个三角形的位置 因为我们这里要开始往上折了啊 好,你们这样笔划好了吗 笔划好了我们就开始啊 把这一边呢 给它折进去 可以先折出三角形来 如果你们刚开始觉得很难折的话 然后再把它比过来 然后再给它藏进去 哎,就是这样子 把这个三角形的这个角藏到这里边 就是这样子 好,藏完这一步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边的黄色的这一边的三角形 也给它藏进去啊 两个呢就是把它包住的感觉 那包住呢这样子扣不住啊 哎,我们底下还有呢 对不对 把它也藏到它的底下 把两个呢是互相扣在一起的这种感觉 哎,你看啊 这两个就已经扣在这里了 不会掉下来咯 哎,这时候这两边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转过来 回到这一边来 哎,同样的 那这边的三角形往下 对了啊 就是把它们四个角都缠在一起 哎,那缠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色的打开 看看啊 这边它就可以打开的哦 哎,你们打开了吗 哎,打开之后 把这个刚刚折过来的三角形的角呢 插到这里边 好,那我们三个小飞镖的角已经出来 就剩下最后一个了 怎么办 对了啊,非常棒啊 就是把这个三角形也给它往里折 然后呢 再把这一边的角给它打开 哎,就是这样啊 然后再给它插进去 好喽,非常好啊 然后再修整一下 最后一步啊 让我们的飞镖可以飞得更快 更迅捷的话呢 也必须把这些小角啊 还有一些 哎,边上没有平整的地方 都给它压平整 好了,那我们有一个飞镖 就完成了 是不是还挺漂亮的 挺有意思哦 小朋友们,你们成功了吗 啊